夏天里很多人都有被蚊虫叮咬的困扰 有人说呢如果你比较爱吃肉或者体温比较高 就比较容易被蚊子叮 而台大现在还找到了另外一个诱因哦 他们用上百名国小学童的臭袜子来实验 发现脚臭汗水里的乳酸和细菌融合产生的味道 很容易吸引蚊子 而用这样的方式调制出来的诱蚊剂 可以提升补蚊灯三成的效率 小朋友运动完满身大汗 穿了一整天的袜子脱下来之后 味道不太好闻 但是蚊子却喜欢这样的味道 台大与捕蚊登业者合作 研究臭味对蚊子的吸引力 还搜集了上百双国小学童的臭袜子来做实验 硬子酸跟乳酸这两种 那这两种成分是汗水本身已经具有聚合成分 基本上你只要把臭袜子绑在墙角 它其实就会有吸引蚊子的效果出了 研究也发现蚊子还喜欢要穿深色衣服的人 若是您有脚臭又穿黑袜子 那就很容易成为蚊子的目标 实验成果未来会与捕蚊登结合 对病霉蚊将会有致命的吸引力